哈喽,这里是带大家探索宇宙的科幻战舰,我是爱你的名媚 今天要为大家介绍的电影是一部关于离婚的短片《完美离婚法》 金发妹和丈夫婚姻破裂准备离婚 工作人员却告知他们,需要在大脑里植入芯片 芯片会监测他们俩的感情 如果在三个月内,检测到他们仍然相爱 那么,离婚协议将会永久失效 如果没有的话,那他们将离婚成功 三个月后,丈夫因为暴风雪,躲在一间安全屋里 突然,门被打开了,金发妹闯了进来 两个人都惊呆了,丈夫还以为是金发妹跟踪她 但是很显然,金发妹也不愿意和她共处一室 她立刻打电话给救援队想离开 但是,救援队最早也要明天才能到了 金发妹差点没崩溃,他们必须要成功离婚 而芯片非常敏感,他们的一对朋友 就是因为对彼此笑了笑,直接导致离婚失败 丈夫提议,他们就把对方当空气 反正他们八年来的婚姻也一直都是那么做的 距离离婚生效还有七小时 金发妹却想喝水,机器却似乎坏掉了 她敲击机器的声音,成功引起了丈夫的反感 两个人再次因为鸡毛蒜皮的小事吵了起来 没想到,机器再次出现故障 不停地吐出饮料零食来,把金发妹给淹没了 哇,这太羡慕了,我也想被零食淹没 丈夫等了一会儿,都没见金发妹出来 她赶紧挖开零食堆,金发妹却叫她滚 她可不想因为什么肌肤结束,毁掉了离婚协议 然后两个人再次因为金发妹身为空手道教练 平时太过粗暴吵了起来 金发妹谴责丈夫订婚之后,再也没跟她说过我爱你 丈夫却说这是文化差异,自己跟亲爸妈也不说的 这次谈话再次不恒而散 距离离婚协议生效还有六个小时 系统却突然需要重启 而重启意味着,保温层会失效一个小时 现在外面是零下十几度 他们必须人工取消重启 由于金发妹是个急性子 还没等丈夫说完按哪个按钮 她就直接按下了关机键 这下好了,整个房间彻底断电 丈夫虽然是个工程师 但是没有操作指南,她也不懂怎么弄这玩意儿 她在金发妹的催促下,胡乱按了一个按钮 然后被点晕 距离离婚协议生效还有五分钟 救援队还没有赶来 在这个没有保温层的房间里 他们只能互相依偎着取暖 丈夫甚至给自己的父母露起了遗言 两个人都以为自己要死在这里 于是,开始坦诚相待 说了很多感人肺腑的真心话 而他们两个都汇聚在这里的原因是 他们第一次约会就是在这里看的日出 突然,丈夫想起来自己应该连同电影 一起下载了操作指南 系统恢复了运转 离婚办事处却发来了一条信息 检测到有一方产生了爱情 可是,谁也不承认是自己 金发妹提出了一个建议 将丈夫打晕,这样他们就可以顺利的离婚了 果然在打斗的过程中 离婚协议生效 然后,你说你们这是何苦呢 年轻人就是喜欢作是吗 如交死期的他们 再次前去复婚 却被工作人员告知 结婚需要进行三个月的情感检测 他们必须保持相爱三个月 啊,我看还是算了吧 世界上好看的人那么多 喜欢一个怎么够呢 好了,今天的电影就介绍到这里了 如果你点了关注评论的话 我就陪你一起找到真爱哦 欢迎大家在评论里留下想看的片名 让迷妹带你看进各种电台科幻的影 下期见啦 静静态 光